各国央行出手减息旧市,加上联储局启动无限QE,市场憧憬过后楼价重拾升轨,纷纷抢先入市。刺激十大屋苑本月买卖重上250宗。 按月增百分之三十。市近五个月最旺。多达八个屋苑平均赤价回升。总结首季十大屋苑站六六百三十八宗买卖。 按季反弹于两成。业内人士指。纵然低息环境利好楼价。违对经济的冲击尚未完全反映。短期内失业率仍会上升。现阶段楼价难言止跌。 呼吁用家入市量力而为。据大公布统计。三月截至三十日。十大屋苑站六两百五十宗买卖。有七个屋苑胶头量上升。幅度由百分之十三点六至一点六六倍不等。 当中以天水为江湖山庄胶头量清贯。本月站六五十八宗。较二月全月增加一点二三倍。 为去年十月以后最旺的月份。值得留意。今次交投反弹集中于新界及九龙区屋苑。 为港岛三大指标屋苑未见受惠。成交量全线向下。 意味中产买家对后市盈普观望态度。 随着二手笋盘被市场消化。 楼价亦略为回稳。 本月十大屋苑中。多达八个平均尺价上涨。 以观唐例港城升幅最强。 该屋苑本月平均实用尺价约14,050元。 按月反弹百分之四点八。 鸭利州海宜半岛本月军价回升百分之三点八。 该屋苑二房户上月售价低建七字头。 本月急弹至八百三十八万元。 消息指,海宜半岛两座中低层私室二房户。 实用五百三十三方尺。 刚以八百三十八万元逆手。 翻查资料。 楼价私室单位于二月中旬游超级收租黄永伦集团以七百九十万元沽出。 相隔约一个月。 今次低一层卖贵四十八万或百分之六。 至于备受上车客欢迎的江湖山庄。 平均实尺液干月秋升百分之三点七。 中原地产道官司表示, 低息环境有助降低供楼负担。 吸引用家趁机入市。 嘉湖山庄丽湖居六座低层私室三房户。 实用五百四十六方尺。 单位放盘两天随即获用家以五百五十五万元承接。 尺价一万零一百六十五元。 翻查资料。 例如居九座低层三房户。 上月以五百四十万元沽出。 二未同类单位造价短短一个月回升百分之二点八。 中产屋苑之一的质如冲太古城。 平均尺价岸月微跌百分之零点一四。 六一万八千六百零一元。 中原张光耀表示, 太古城于刚过去的周日。 年六四中成交, 包括齐公各低层H室两房側黄。 实用五百八十方尺。 减价百分之七以一千零五十九万元沽出。 尺价一万八千两百五十九元。 总结今年首季。 十大屋苑站六六百三十八宗买卖。 比去年首季的七百六十八宗减少百分之十七。 但较去年第四季的五百二十四宗。 反弹百分之二十一点八。 意味有小业主劈价。 加上各国央行积极减息救市。 释放了一批购买力。 不过,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低息环境有利流价。 本港住宅亦被长期视为求过于供。 为令环球经济转差, 对经济的打击尚未完全反映。 本港失业率仍会上升。 现阶段流价难言止跌。 呼吁有意入市的买家量力而为。 收睾五脸。 下励唐。 良好。 对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